今天晚上我又可以不做饭了 我的老板今天晚上又不回来吃了 刚才他回来了一趟 换了身衣服走了 他给我买了个榴莲 说我这段时间给他做饭 辛苦我了 完了奖励我个榴莲 看我这老板多好 换了身衣服 我好像去参加一个婚礼大学院去 所以今天晚上我可以不做饭了 这根狗就在下面咬我哭脚了 消停一会儿等会儿 个小麦子 你说你能不能向调哥 我就在这录视笔 你进去消停一会儿 消停一会儿 我给你们开个榴莲盲盒 我现在可喜欢开榴莲盲盒 就跟玩游戏一样 就老上瘾了 然后我的老板头七所好 就给我买了个榴莲 还给我买了这些手齿 刚刚我晚上也给自己做的了 这什么 这个是 好像鸡口 鸡口 受的老板 这我还好吧 那很多人 要靠自己的老板到底是谁呢 我看有些网友 他说我 用编剧本 说分明那就是吴跑跑 你就在这糊弄那家 其实我真没有糊弄你们 在视频里我都说了 我老板姓吴 以前是我司机 现在我是他保姆 那这一听就是吴跑跑嘛 我要说我老板 我只是有时候就 我自己我现在来个冷幽默 但是没幽默明 没大家都不懂 还都当真 然后就都以为我爱什么 编剧本 这一眼让人看穿的剧本 这叫剧本吗 为什么我管叫老板呢 他不是在外边当老板了 他在外边给人打工 我管的叫老板是因为 我现在不上班 然后我每天我就给他做饭 他挣钱 完了得给我开支 是不是让人追 谁给你开支 谁给你老板嘛 所以就这个管一些老板 啥呀 是金枕吗 看是金枕 4斤的 10 19块9一斤 现在榴梁很便宜了 咱们来开一下 开个盲口 我去找个盘子装榴梁 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这几个盘子 看看 这6块盘子 19块9 是不是挺好看的 这几个盘子 家里正常那种材质的盘子 不是什么塑料 这种陶瓷的 19块9 6块 3块多一块 反正在超市 盘子都10多块 20多块一块 这个也挺好的 我都用了很久了 银行用的 咱我的厨房里呢 有需要的去拍吧 我最喜欢这块了 拿这块装榴梁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看的 以后我要是有评论 谁在说我编辑本啥 你们替我回复一下 你说那个 这小萌在冷 冷幽默 其实我有时候挺喜欢冷幽默的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那个东北人 很多人还喜欢 就身上自带那种冷幽默 但是一般人还不懂 他就当真 你说啥都当真 真的 你就说你跟马尿炕了 他们都会当真的 看看四斤的榴梁 能开出多少 这个果形不好 能挤不住我 怎么能看 不好 果形不好 扎定了 金枕榴梿 是性价比最高的榴梿 上段时间买的 叫干窑吧 干窑 那胡子才大 还不好吃 金枕我觉得好吃 这个 这很不好 哎呀呀 这个也不错呀 你看 这肉挺软闻的 这也不错 哎呀 这个肉挺好 挺大 这两块 三方 这好像也就三方肉吧 这一方没肉 这一方 我告诉你们挑榴梿的时候 这样肯定是没肉的 就是刺 特别密的地方 这一方是没肉 好像也就三方 哇塞 还挺大呢 肉都挺大的 反正有点少 看两方肉 这么多了 这就没了 那就三方肉 能量四方 哇 这个肉真的大呀 就是 你看看 感觉也挺赚的 这个 这个 看四斤榴梿 开出这么一大盘子 品的五房肉都多 那咱我买的干饶榴梿 五房肉 一个个都别别叉叉的 像这个 嗯 金针糊小 是别挺直的 十九块九一斤 现在它 以前真的是 存存的不爱吃榴梿 老不爱吃的 现在五泡泡也不爱吃 它一口都不吃 上段时间看人家开盲盒 就开盲盒开带吃的 来给小麦尝尝 那小麦来闻 尝啊 吃啊 没有你不吃的 懂你吗 一天啊 喝些烂衣服的 你啥都啃 这榴梿不吃啊 来 这胡榴梿胡尝尝闻 狗都不吃得玩